因為我見很多很多資訊台都沒有人教我怎樣搭電車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大家怎樣搭電車 或者是提供資訊 希望大家搭車順利 搭車順風 去片 好了,今天又來到黑池的電車站 就是這個站 那夜酒店 我想這裡是沒有收到機 我想今天詳細講解一下 在黑池怎樣搭電車 先看到沒有收票機 然後再進一步的解釋 另外,通常都是站對站 即是你這裡有個站去南面 對面那一站就去北面 電車軌只有一條 電車軌是可以歡迎你沒有電車的時候 然後是隨便經過的 是很便宜的 好了,有車到了 這段時間你會見到前面 來出現在的車 當然可以準備上車了 其他全部東西都不用急 慢慢來 不用慢慢來 不用慢慢來衝上車 又不用慢慢來拿一張車 我待會兒就教大家 如何付錢 問題是有段時間團結 因為我買了月票 月票就是跟手機 有個Apps可以用的 就是送給它 對機 它就可以確認你車段有沒有效 一會兒再說一句 好了,車到了 我想說一件事 它正常是不會自動開門 是不會自動開門的 我們要怎樣做呢 你在香港坐車就自動開門 這個就不會的 有一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開門 這個是開門按鈕 按這個按鈕開門 然後你上車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Stop按鈕 你要下車就可以按一個Stop按鈕 或者你可以直接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是Stop的 它在走車就不會開到門 到你車停止了 它就可以讓你按鈕開門下車 記得上車要按外面的按鈕 下車也要按外面的按鈕 就可以下車了 接著要等它過來查票 有一個叫稽查的人 我叫他 他會收現金 收debit卡 以及收你那些KR局 KR局在手機Apps上顯示就可以了 好了,有人來查票 他會有一個職員 他會拿著一部機器 你可以付現金 debbit卡 或者是騷擾你的手機 有人付現金 他會有抓足的 他會問你多少人 帶到孩子 收好錢之後 就會抓足錢給你 這是很好的服務 要是付錢就可以了 接著我就要給他查票 我就要給他掃票 我就要給他掃票 車廂上有顯示 這間是甚麼車 甚麼公司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他會停車 我不知道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會有顯示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是甚麼公司 如果有人要停 就會有顯示 要停車 如果有顯示停車 他才會停車 甚麼情況 不停車呢 首先是原來沒有人 車沒有顯示停車 他便不會停車 會慢慢慢慢埋站 然後突然間 就會開車飛過去 所以 所以 你要下車才可以按 如果你沒有按 那又怎樣 就要下一個站路 他便不會理你 他便不會說 在路中間讓你下車 因為是安全理由 一會兒再試一次 開門走 因為剛才 他試到門 開了給我的 還有 原來是乘火車 全國的火車 都是這樣的 以我所理解 就是 英國是 冬天國家 歐洲 也是冬天國家 那 他是開了暖氣的 如果 你沒有人下車 你不停開關門 那些暖氣便會走 所以 就是要自動 自己禁制開門 或者關門 或者甚至乎 沒有人上落 他便會直接飛車走 這個 跟香港是差不多的 香港巴士 但是 香港的鐵路 是不會這樣做的 全部是暫停 全部也是有上落 不需要停車中 亦都不需要自己開門關門 這個就是 香港和英國的大不同 現在 就是到了站 我們見到這隻門 是沒有開的 在月台 這隻門 這隻門沒有開 因為沒有人按鈕 那便沒有開自動 那 只是中間的門開了 應該都是自己按鈕 或者是別人按鈕 都不頂 我也不知道 總之 就是 情況就是這樣 看到嗎 依然是順便使用 鎖 鎖 鎖 有人按了一小時 你按 這個按鈕 都可以 按到有鎖 就是下車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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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便要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有兩邊的門 右邊的門 是不會開的 按一下 也不會開 是不能開的 然後 左邊 又有一個 按一下 左邊的門 到月台 按一下 才有反應會下車 示範一下,就可以按一下 接著 它就有停停了,就可以準備停車 好了,到站了 噢,這隻不是按了,應該會不會開 外面記得,上車月台,沒有開門,就按這個按鈕 完整的乘電車教學,就到此為止 應該沒什麼漏漏 希望新來英國的人,可以很有效率地乘電車 不會讓他飛車,可以順利上車 最重要的是,不用急,不用快 只要你做齊全你的動作就可以了 包括你按按鈕上門上車 進到車廂裡,就盡量走進車廂中間 如果你忘記這個走,不要緊 它會有人提醒你 會有人提醒你,走在裡面 用英文說,它有一個動作,你會明白 還有,你也不用太急說 你也不用太急說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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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用太急說 大家聽不清楚 應該大致信 如果有什麼補充,我就會後期再拍片 再加上去 好,就這樣 希望大家認識英國的生活 冷知識